这是一间明代科举考试的号社 里面总共就三面墙加两块板 白天所有的考生都是这样写文章考试的 到了晚上两块板这么一拼就成了一张床 不管你是两米的大长腿 还是两百斤的重量级选手 你都得这样蜷缩着睡觉 整场考试要考九天六夜 所有考生都是一视同仁 没有任何特殊待遇 这就叫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是九天六夜 九天不应该是八夜吗 因为科举相试总共分为三场 每一场的是三天两夜 第一场三天两夜考完之后 所有的考生可以走出考场 去客栈好好的洗个澡 找个馆子好好的吃一顿 去见见亲戚朋友 也可以到秦怀河对岸的秦楼厨馆 去潇洒一番 然后再回到考场里面 参加第二场三天两夜的考试 这第二场考完了 同样如此可以休息一下 再接着第三场三天两夜的考试 所以三场加起来 刚好九天六夜 那么三天两夜的考试过程当中 考生的吃喝怎么解决呢 我们来先说一说 这喝每一排号舍的顶头 都会有一个大大的水缸 考试期间这个水缸会装满水 这就是给考生的饮用水 这里面的水都是 供院水井里面打上来的井水 不过供院是三年才用一次啊 所以水的质量也是没有办法给大家保证的 通常都会用明帆在里面打一打 让它去凳清 同时这么多的水缸装满水 如果发生火灾的时候 也可以用来救火 一举两得 那么吃怎么办呢 分两种 一种呢是考场提供的 每天给每一个考生提供两顿饭菜 每个人一份米饭三个小菜 不过米饭的量真的很少 大部分人都不够吃的 菜基本上也就是一些素菜和咸菜 所以条件好的考生都会自己从家里面 带点米 带一个简单的锅具 自己煮点饭 考场里面是允许煮饭的啊 或者说让浩军帮你煮 当然是要额外给钱的 穷人家的考生怎么办 会自己从家里面带一点包子啊 大饼啊各种干粮 不过这些干粮在进考场之前 都是要切开检查的 所以等你吃到嘴的时候啊 也就变成渣渣了 那么三天两夜的科举考试过程当中 有人要上厕所怎么办 首先每一间号社里面都会发一个小马桶放在角落里 上小册肯定是没问题的 那上大册呢 自明代起每一排号社的顶头都会设置一间茅房 而每一间号社的前面都会有个小木牌子挂在那一面写着入镜 另一面翻过来写着出宫 如果你想上大号了就把这个小牌子翻到出宫 这个时候啊就会有后军前来带你过去全程不许讲话 不过上大号是有一定风险的 因为这件事情啊 又脏又臭又麻烦 你在考试期间去干这种事情 人们认为啊那是对圣人的不敬 这个时候监考人员会悄悄的在你的卷子上留一个记号 俗称史车子 但凡你有史车子的这张试卷基本上是考不上的 所以在这三天两夜的考试过程当中 大部分的考生都会选择少吃东西 尽量不去上大号 实在憋不住了 不行了 就在号社里面的小马桶里解决 最倒霉的考生就是坐在最后一排紧挨着茅房的那位同学 这间号社也被称作愤号 乡市是在龙历的八月份 也就是阳历的九月份 江南乡市是在南京考 南京的九月份经常有什么 秋老虎时冷时热的 九天六夜的时间挨着茅房坐 别说考试了 熏都给你熏死了 再加上那个季节是一会儿大雨一会儿大太阳 相当难受 有的考生呢 第一场考试的时候 因为天气比较好大太阳 穿这个单衣服就进去考试了 没想到半夜里面突然下暴雨 气温骤降 被冻得不悠不悠的 第二场考试 吸取经验教训了 穿了厚厚的衣服进考赏 结果连续三天高温 又给热的不要不要的 所以在南京考乡市 简直就是冰火两重天呐 什么叫朝为天舍郎 目登天子堂 再苦也没有办法呀 那个时候参加科举考试 才是鲤鱼跳龙门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呢 那么费这么大的劲到底考什么呢 明清时期主要考三样 八股文是铁诗以及策论 八股文就是有着严格格式要求的命题作文 每一场都要写 只是篇数不同 命题不同罢了 写诗可能相对好一些 策论就懒了 也就是对国家大事实证观点的看法和对策 这个能出圈 也比较能够看得出考生的思想和掏略 反正都非常难 既然那么难 有没有作弊的呢 肯定有 不过考场的监管也非常的严 进考场之前就有严格的搜身检查 比如说你穿的衣服 鞋子 帽子 都必须是单层的 你用的考栏 毛笔 验台 所有的文房用品都必须是实心的 或者是镂空的 最后一关还要脱衣服检查 防止你身上写有考试内容 所以女扮男装进考场考试 也是不可能的 女驸马中 女扮男装 黄榜重状元 这就纯属艺术创作了 考试的过程当中都是一人一间 而且每一排号社都有号军来回巡视 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楼了吗 它叫明远楼 也是当时主考官兼考巡视的地方 所以你要想作弊是很难很难的 虽然检查如此严格 但是还是有一些胆大的考生铤而走险 科举博物馆里面就有一件作弊奇书 只有火柴盒那么大小 上面却写了四书五经论语全文 字特别特别的小 是用老鼠的胡须做的笔 然后写出来的 相当于现在的微缩打印技术了 它是放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以前穿的那个布鞋 千层底的鞋底中间的夹层 然后把它缝起来带进考场的 以前要作弊 实际上风险还是挺大的 一旦被发现了 轻的叫代价势重 重的发配充军 甚至杀头 所以大部分的考生 还是会老老实实 本本分分的去考完这九天六夜 古代的考生参加科举考试 其实也是一项高风险的事情 考的不仅仅是你的文化 甚至还要考你的身体素质 和你的运气 因为很多的考生啊 是有命进考场 没命出考场 直接把小命交代在这考场里面了 当时考生陆续进入考场之后 好设外面的大门 就会一把锁彻底锁死 不管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一定要等到三天两夜 考试结束 才能够去处理 有的考生在里面 因为身体素质太差 最后啊 突发疾病 病死了 有的考生 因为吃了没变的食物 中毒死了 甚至还有一些倒霉鬼 被半夜爬进号舍的毒蛇 给咬死了 不管你是怎么死的 考场大门也不能开 士兵会用席子 把这个尸体这么一裹 放在旁边一堆 等三天两夜考完 再刑处理 包括这个号舍 以前有些地方 比较的简陋 还有一些是木头的 所以容易失火 历史上 关于号舍失火的记载 很多 有每一次失火 烧死的考生 几十个人 上百个人都有 但是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考场大门也不许打开 仍然要等到三天两夜 考完了再刑处理 再开门 真的是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呀 所以你们说说看 到底是古代的考生苦 还是现在的考生苦啊 好